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首先跟大家報告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有32名 居隔陽縣有13名 境外移入的有4名 死亡的個案有12名 那居住的縣市 台北市19名 新北市11名 桃園市2名 那居隔離的情形是82 82.8% 8% 82.8% 那今天案例比昨天多 不過在這段時間的趨勢來看 他是整體是往下 的一個情境 那桃園市這邊有兩例 那桃園大比較關心的就有 關於倉儲的染疫 他們多了一個 當然檢驗還沒有都完成 不過目前有一位 檢驗是陽性 那再進行相關的疫調